郭台銘本人其實我對他認識不深 不過光是從我們拿得到的這些 撇開那些正義的什麼血汗工廠 什麼他個性暴躁 EQ不好這些 這些我其實我沒有什麼成見 可是我在意的是什麼 就是說你這個人格 是什麼樣的人格 這一點很重要 我認為那個郭台銘 這個心理建設不足 就是說玻璃心 我簡單舉兩個例子 我簡單舉三天前 他不是辱罵蕭美琴委員 說眼睛連看好都不看一眼 然後那個去年這個時候 他的演講他說 郭台銘每天管理一百萬個動物 你把你的員工用動物來形容來消遣 看都不看我一眼自卑 管理一百萬個動物自大 所以這種就是自大自卑一限資格 心理建設不足 我覺得這樣子暴喜暴怒 這個不足以成為一個好的領導者 政治尤其是國家的領導者 所以這一點我是提供給大家看 就是說大家不要只看到鈔票 那放棄了我們的價值 我已經壞了 普通話